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8号星期六 大家好 人民日报的一个前副总编 马力被实名举报 贪污受贿 非法同居 以权谋私 举报她的人 是男的 是女的 马力是个女的 举报她的是她情人的儿子 实名举报 咱们说 99%就是真的 对吧 你说这个 你要看是谁举报的 对吧 好吧 马力是原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 第十二届全国证业委员 然后咱们准确说一下 1954年生人 安徽除县人 1970年就当兵了 服役了5年 在部队里服役了5年 后来退役复员 96年的时候 就到了人民日报社 开始工作 先后任主任编辑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2006年任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辑 副总编 中共第十二届全国证业委员 2015年的8月至今 任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 这个职务 你看着好像不牛 其实挺牛 这职务 一会儿咱们后面 咱再说 这个职务 有很大的权利 而且调动很多资金 举报人 我们就是玛丽的情夫 就是周先生的孩子 周先生是山东音乐协会的主席 是不是去报 然后玛丽 住在万寿路甲15号院的6区 和元仙和周永康是一个小区 说怎么回事 北京市叫什么海淀区万寿路甲15号院7区 是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居住区 反正那附近都是周永康 像他们这个 什么省部级 副国级住的 知道吗 是由武警来站岗的 不是保安 是武警 武警站岗 都是高官住的 然后玛丽与周先生 他父亲是战友关系 就以前他不当兵的时候 是战友 等于是旧情人老相好 不知道后来多少年了 玛丽的前夫死了 他前夫还是个著名作家 我们不说名字 人都过世 咱就不说人家了 好吧 咱就说他跟周先生 俩人原先在部队里就要好 后来隔了这么多年 玛丽的前夫死了 想起来这旧情人了 俩人反正就搭个上了 叫旧情夫人 令云复然 然后玛丽让她父亲 与她的妻子 也就是举报人 周先生他妈离婚 承诺只要父亲离婚 父子都给去北京安排工作 她母亲也受到了威胁 后来担心玛丽 对她儿子不立 于2018年的3月就离婚了 她的儿子说是被逼离婚的 然后她现在举报 玛丽以权谋私 说什么 她给她父亲在这安排了工作 是在就在 她不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的 理事长吗 她父亲在互联网基金会 任了一个什么编辑 还在什么深圳的澳大医药等 多个公司挂职 是吧 挂职领取公司 就中国就这样子 以前我们在天津的时候 认识一同学 他父亲也是官员 然后儿子上着学的时候 还上着大学的时候 就在哪儿 就说是兼职 这么就在那挂着 其实他也不容易上班 而且每个月领工资 就干这个 好几个地儿都给他挂一个职位 他都认职 都认职 到时按月给他发钱 因为那几个地儿 都需要他爸爸有时签字什么的 知道吗 所以给他挂个职 他其实不用上班 而且他还在学校上学 知道吗 每个月工资不超领 知道吗 好 然后他爸就这样 然后他爸还以互联网基金会 编辑的身份 陪同玛丽一起去南极旅行 还参加什么南极论坛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说玛丽和他爸 倒是也没有结婚 为什么 因为玛丽现在还在位 是副部级 现在属于 怕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 然后周先生的儿子 就出示了很多的视频 还有照片的证据 来证明 证明的有玛丽家 玛丽家 他去过玛丽他们家 他们家的有录像照片 说他家里都是几万元一盒的 什么东童夏朝 燕窝之类的 都是成乡成乡的 还有各种的卡券 说这个卡券 就是说不是你想象了 那么5001000的 说他卡券有50万的卡 说有人给送过50万的卡 说最多收过200万一张的卡 咱们就不知道了 反正现在中国 中国现在就有钱了 有钱了 真的是有钱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钱 说玛丽出入的都是什么高级会所 一顿饭就吃个20几万人民币 说玛丽一个月的工资才2万多 怎么这20万人民币的一顿饭 是怎么吃的 对吧 然后公司购买豪车 说费用上写着 说车费车辆保险费 由一家公司 老总给付老总名字 咱也不说了 咱尽量不要牵连太多 是吧 在喊中国这事 原来这一曝光出来 你不知道 这就是勾连的很多了 也罢了很多人 是吧 咱们先 咱们别 对吧 咱别连根拔 对吧 然后原始发票 就交给公司的老总 然后行驶证交给了周先生 他父亲 有这么个意思 这车是给玛丽买的 等于别的公司给玛丽买的 然后咱看看 为什么玛丽这个地儿 这么 就是说这么有权 有钱 能够影响到这么多公司 是这样子的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在北京是正式成立的 是在2015年的8月3号 是国内的第一家互联网领域的 公募的基金会 所以属于是国家能有的 是公募的公募基金 玛丽任理事长 该基金干什么 负责向海内外去募集资金 荣誉网络建设 原始基金是1.9亿人比 这应该是国家出了 国家一开始 给出了1.9亿 作为一个初始基金 然后其他在想办法去募钱 名为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等于是 这是国务院下属单位 国务院下属单位 所属的一个社会组织 但实际上是归国务院管理 但是从事的 实际上是政治工作 该互联网基金会的工作 主要包括什么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 所以说维稳重的 维护互联网的安全稳定的 知道吗 比如说你要是上推特 看死农记 抓起来坐牢 然后提升中国互联网国际的话语权 然后就向国外输送中国的这些中国红 然后建立多边的国际互联网的治理体系 并对包括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进行网络安全项目的资助和培训 所以他其实下属管很多 整个中国互联网这一块的很多事 包括维稳 封号什么的 说周先生的儿子要举报他之后 刚要一说 就被人家把自己的电话卡 微信号 微博账号全部都被封了 就是人家因为人家中人管这个 人家一下直接管 你那号全部都封掉注销了 就这么厉害 然后玛丽负责国家很多的互联网的项目 如西北大梁山网络扶贫 还有香港的外交事务 是香港的国际网络的脸面人物 多次与特首林郑月娥合影 他拿出了好多照片来 照片显示 自2016年香港首届互联网经济峰会起 玛丽主持的互联网发展基金 多次支持在香港举办峰会 并参加香港国际创客节 玛丽多次与林郑月娥见面 就在今年的1月5日 还出席了大班区首届数据互联互通 终于安全发展高峰论坛 人家就专门搞这个的 然后因为他是搞互联网这个项目 比如说要支援什么西北大连山的网络扶贫 对吧 就给你布网 布网的话 我们基金会来拿钱 拿钱到你那儿 就是比如说装各种基站铺线路 对不对 那么我跟哪个公司买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给我买辆车 我跟你公司买 就这么个意思 或者我把我这情人安排在你那儿 你给挂个值什么的 就这忽然你给我个50万的卡什么的 反正就是拿着国家的钱 说是去扶贫 但是实际上在这过程中就自己捞钱 这个网上就是说周先生把他曝光 照片视频全都曝光出来了 都有 还有他买车的 买车的这些原始发票什么的 还有他去高档会所一顿二十几万的 这些收据什么的都有 你们想去看就去看看 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正正常 正常 我中国 你说人家一腹部级是不是 人家哪个腹部级不这样 你知道吗 你不能不能 就是说中国是这样 就惹了他这个情人的儿子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惹的 好像2018年就离婚了 到2020年突然爆出来 对吧 2018年三月份就离了婚了 后面这两年不知道跟他儿子是怎么回事 估计 没满足儿子的要求 我估计是这么个情况 这儿子不知道想要什么 知道吗 咱们不太清楚 但是这儿子自己说 说要曝光他之后 他们承诺了给他这几百万 给他开公司 给他承诺了很多 让他就不要再闹了 你知道吗 他也不同意 那他是想要几千万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反正怎么回事 反正就曝光出来了 那玛丽同志 然后他儿子是真够狠的 把玛丽和他爸爸的照片都给发出来了 把老爹一块扔出来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你们想看 就自己去搜照片吧 照片我就不给你们搜了 好吧 其实你们就搜 人民日报副总编玛丽 到Google上去搜 就全都是了 现在 就这么个情况 是吧 你说什么呢 反正 是吧 不孝子 不是 开玩笑 是对的 就应该这么干 就应该 对啊 揭露社会的腐败现象 好 干到 大一灭亲 大一灭亲 不怎么说呢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 都这么搞 谁不捞 我们以前认识了一个 天津认识了一个他爸 就在医院里当个什么副院长 就玩命捞 一个小学副校长 你知道捞多少吗 你都不知道吧 跟你说 一个小学副校长 我知道 一个小学副校长 家里有一个孩子 那孩子他 那个就是家里有 他父亲就在我们天津市 搞那个就是房地产开发 你知道吗 你看给了他一个什么 给了他一套房 给了一套房 当然不是说送给你的 那么是卖给你的 说我卖一套房吧 便宜点 按这个毛皮房 按成本价给你 就按这个建筑成本 你买一套房 就说我不能送你送你 不算贪污腐败 对不对 然后当时是多少钱 我记得好像不到30万买那套房 你知道他那个是开发的 都是那种特别贵的那种楼盘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房子就当时 你比如说30万你买走了 他马上卖 你知道能卖多少钱吗 马上出手卖 就能卖120万 当时在天津 这么贵 就能差这么多 当时那房子100多平米了 当时还便宜的 当时才1万多 那等于就是送给他的 对 就30万卖给他 卖得一成本价 等于等于等于就是 就马上卖就卖120万 那个房子漏 现在都得四五百万了 那个位置 现在差不多得四万一平米了 因为那个位置不一样 那是个特别好的位置 知道吗 所以 他们就去查位置了 就说这事 就说这事 你懂吧 就是说你想一个小学副校长 什么级别 你知道吗 副科级 那最低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科级都是九品之波 一个副科级 不过就一个副科级 100多万的房子都能落下 是什么地区的副校长 都小学的 那不行 那不行 那个天津 那个是吧 不能再说了 再说越说越多 不能伤害无辜 不能伤害无辜 不能再说了 都在意思 反正你知道吧 对 然后副院长我也不说了 都不能说 其实你说了他们也没法查 因为中国全部都是这样 你一查这个也对 查那个也对 不是 我能把学校的名字 他们也不会查 因为觉得在这也是那样 在那也是那样 没必要 对 当然我说这都十几年前 早都退休了 这些人早都退休了 对 那副院长人可能都不在了 那副校长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我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他爸爸那副院长 那人都不在 那人死了 我记得前几年去世了 他爸年纪特别大 他爸这不是这一个儿子 这是那小儿子 这个你看这个 他有关 别说越说越具体 越具体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